真言第六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真言四章一到二十七节 智慧的道路 众子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他就使你高升 怀抱智慧 他就使你尊荣 他必将华罐夹在你头上 把荣免交给你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易受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脚步 必不致狭窄 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要持定训会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以奸饿吃饼 以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济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它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斜屁的口 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要修凭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 都会面临许多的抉择 可是哪一条道路 是我们所当行的呢 人的思虑何其有限 尽管我们认真分析了 一切的优点缺点 却时常发现 人心的筹算 依然跟不上环境的变化 而真言告诉我们 有一条道路会带领我们 走向光明以及丰盛的祝福 这条路是智慧的道路 也就是神的道路 真言所强调的智慧 不是人的聪明筹划 以及理性分析 因为真智慧是出自于神 是顺服他的生命必有的经历 如同一位父亲 在对孩子的教导中提到的 我们和智慧的关系 是一种关乎爱与生命的关系 我们每一天都要警醒 谨守智慧的道 智慧是极其高超等 它是手 值得我们用一切所有来换取 它要我们爱它 不可离弃它 当我们真爱智慧 以它居守卫 它也将回报我们极大的尊荣 也就是生命的冠冕 感谢主 当我们活出 满有生命的智慧之道 就能经历高声和尊荣 我们的道路 也如同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我们行走 脚步必不至狭窄 奔跑也不至跌倒 然而我们要如何活在智慧中呢 其实要寻得智慧的道路并不困难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真正爱智慧 真正幸福智慧的言语 如同本章的叙述者父亲 不断地在我们旁边耳提面命 要听受 持定 不可放松 要存济 要坚定 我们就能明白一件事 智慧如此乐意指教我们 而我们是否乐意听从 智慧对于我们的人生 真是太重要了 它是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活在智慧中 不仅个人得益处 也能使得周围的人同享祝福 感谢主 智慧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它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使我们在顺境或逆境中 都不致落入恶者的幽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智慧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品质 但愿我们都能 留心倾听智慧的言语 并且时刻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好能活出尊荣 美好的人生 主啊 我愿意天天走在智慧的道路上 活出你的丰盛与尊荣 求你亲自指教我 如何存谦卑的心 与你同行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真言四章六节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阿们 主耶稣谢谢你 在我的生活当中 主我要 主啊跟着你 我要往前行 因为你是我智慧的源头 我要在你的殿中 赞养你的荣美 阿们 是的 你就是智慧的源头 我不可以离弃智慧 我就是不能离弃神 是的 神就是智慧 因为我寻求神的 神就必护卫我 阿们 主啊 你是护卫我的神 主要因为你就是智慧 让我一生不离开你 不离弃智慧 因为智慧就要来护卫我 阿们 智慧要来护卫我 我一生要爱你 因为你就保守我 阿们 我要在 主啊 你的道路上 天天来跟随你 阿们 是的 我要在神的道路中 来行走 因为在你的道路中行走 我就受到保护 你就会派天使天兵 天天护卫我 让我们一生走在 你的智慧的道路当中 阿们 主要让我一生 要来爱你 因为爱你的人 你就要来保守我 一生的道路 让我一生 不要离弃智慧 因为你要来护卫我 你一生要来保守我 这样祷告是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录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